2018年世界杯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,由于中国队并没有出现,现在国内的球迷们,只能在电视机面前,为自己喜爱的球星,为别人家的国家对加油。 那么中国国族最辉煌的时刻,2002年杀入世界杯的那一届,最强的球员有哪些?大家知道吗?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23人名单 教理英甲水金工,仅用两个月就当上了队长,并当选了同年的最佳球员,还拿着队里的第一高薪,加一三五八一而三七三四保守一点。 说,范大将军的实力,放到任何一个界,任何一个亚洲国家队,都是主力首发球员,具备英超上流球队替补球员水平。 中下游首发球员水平,孙继海,除了守门员的位置,他能在场上胜任任何角色。 1998年到1999年效力水金工队,2002年到2008年效力曼城队,拿到过英冠冠军,英格兰足球名人堂成员之一,在最后一场告别赛上当过。 曼城队长,具备英超中游球队首发水平,还拥有单人打抱一条边路的实力。 杨晨,位置前锋,效力德加法兰克福队,中国第一个登陆五大联赛的球员,第一个赛季出场23次,打入8球,并且那时候的杨晨仅仅是替补身份。 这个实力怎么样? 李伟峰,位置中后卫,2002年效力英超埃福顿队,2009年加盟韩国K联赛的水源三星队,获得过韩国K联赛最佳11人提名,连续两年拿到韩国足鞋杯冠军。 在中后卫这个位置上,应该是范大将军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邵嘉一,位置前卫,2003年效力德加慕尼飞1860队,巅峰战力的话,属于德加宝西球队主力,亚洲顶级水平,他的任意球非常不错,可惜伤病毁了他,以上几位就是几位实力比较强悍的国足球员。 所以他们能够杀入2002年世界杯,可真不是运气好,也不是偶然事件,如果把巅峰的范志毅,孙姬海,杨晨放到现在,世界杯出现应该不会费地,也不会出现风无力的情况。